你们啊,随着潮水对去,一些海洋的海鲜的就会卧在沙里面,但是他躲不过你老弟我的眼睛,因为你老弟我在海边生活了这么多年,用这耙子一搂,他就出来了,大过年的咱别抠嗽了,手机还有电,并且看我资源不卡屏,麻烦点那个双击,喜欢外干海,叫我关注,看我直播。 请给个双击啊,祝愿咱家老铁一路顺风,河家团圆,关注看我直播干海,昨天我们发现搁浅在沙滩上的那条大鱼哈,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导致了他的死去,我决定把他掩埋到大海边,让他生于大海,还于大海哈,再次呼吁朋友们保护环境,爱护动物从我做起,觉得我说的对的朋友别忘了,给我点一颗小红星加个关注,喜欢户外捉海鲜的,别忘了双击加关注看我9点左右直播。 兄弟们,啤酒,饮料,鸡蛋等都被灌出沙马蟹啊,今天我也下血本了,自己口渴,喝海水,吃俭用,买了一瓶红牛,看看能不能把它灌出来啊,此视频就不要双击了啊,万一让我家人知道会说我是败家子,进来的老铁拭目以待,不给双击加关注,马上看我坏干海直播了。 话说的好,东吃萝卜,下吃瓜,这夏天到了,海西瓜也大丰收了,吃过的扣一,想吃的扣二,据说这海西瓜有毒,不知道真假。 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双击了,而有的朋友就不给。